少子化的问题在部落也面临到了困难 卓锡翔代表王碧雪在质询时提出 丽山幼儿园如果招生不到学生的话 是不是会有废校的危机 而如果有要废校 是否可以把减制的空间 给社区发展协会来使用 而公所则是回应 会不会废校都要尊重部落 建议部落召开部落会议来决议 少子化的问题在部落也面临到困难 卓锡翔代表王碧雪在质询的时候提出 丽山幼儿园如果招生不到学生的话 是不是会有废校的危机 如果有要废校 询问公所是不是能够把闲置空间 给社区发展协会来使用 公所则是回应 会不会废校都要尊重部落 建议部落召开部落会议来决议 所以有的家长还愿意 那会来原属 他也能开一个部落会议 或者是应该是算是社区 社区发展协会来 王碧雪说 因为目前发展协会没有办公室 如果真的不信学生要并校 或者是备校 希望这样的空间不要白白浪费 可以交托给协会来使用 公所表示会尊重部落决议 记者高双双卓西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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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